所以我們剛剛看的38條 第一項跟第二項分別就是違禁物沒收跟犯罪物沒收 那這個剛剛沒有提到前提審查 也就是目前沒收它的定性 我們剛剛有提到它並不是一個刑罰 它是一個中性的刑事處分 那既然它只是一個刑事處分 自然不以這個人成立犯罪為必要 因為犯罪的法律效果叫做刑罰 那它又不是刑罰嘛 所以它不以成立犯罪為必要 但是我們也不能時時便便就把一個人的東西沒收 它是要有一些依據 它的依據就是我不去確認你有沒有成立犯罪 只要你有不法 只要你廣義的來說你做了犯罪行為 那麼你就可以成為可以被執行沒收的前提 所以這叫做前提審查 那前提審查呢在違禁物是不需要的 原因是因為這個人剛剛有提到 不管有沒有把這個違禁物用於犯罪或者是預備犯罪 或者是犯罪所生之物 它不需要有這些要求 它只要是法律禁止它製造石油使用的話 這樣它就可以沒收了 所以不以這個人有犯罪為必要 所以不需要去做前提審查 好那接下來是沒收的課題類型 如果是違禁物的話呢 它沒有下位的類型 就是違禁物 如果是犯罪物的話呢 這裡的犯罪物則是38條第二項 那依法條規範就已經分成三種了 所用、預備、所生 好那這個所生呢指的是產生 好所以首先第一步驟確認 適用的是哪一種類型的沒收 好再去區別要不要做前提審查 要不要先確認這個人有一個步法 好那之後呢再去看說 要沒收的東西是屬於哪一種 違禁物所用、預配、所生的哪一種 好那就會涉及到後面的規範 如果是違禁物的話呢 對任何人都可以沒收 並且呢因沒收 這是38條第一項規定的 它只有說沒收之 並沒有說得沒收之 最後就是有過科的調節條款 在38條之二 好那如果是犯罪物的話呢 經過前提審查之後 首先先定性 今天這個某某物品 它是屬於所用、預備、所生 好那接下來再確認一下 要對誰去執行沒收 如果是行為人的話 當然可以執行沒收 如果是第三人的話 是其是否無正當理由所提供或取得 好去去執行沒收 那當然這個第三人這裡沒有仔細把它寫出來 就是包含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團體 好總而言之可以持有的主體 我們都把它屬於第三人 不適合執行的話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維生 好所以某個程度 本質上跟過科條款的考量有一點接近 那最後就是調節的部分 一樣有過科條款的適用 以及這一條本來38條第二項就有說得沒收 好所以這一所謂的相當性 它指的是38條第二項的得 好那這個也是一種裁量的程度在裡面 所以我們也把它視為是一種調節作用 好如果經過這樣子的整理的話 或許對於沒收剛剛我們講過的那些內容 他們的關係還有思考順序上會比較清楚 好那我這樣子認識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24頁的最後一種沒收太陽 就是立得沒收 就是這是收法的重點 好那在講這個立得沒收之前啊 有幾個部分請大家幫我修改一下 首先呢標題的部分 標題原本是說犯罪所身嘛 犯罪所身剛剛這裡寫的啊 所身 所以現在講38之一並不是所身 犯罪所得 好先改這個 好所以第三種沒收 所以我們剛剛看的38第一項 38第二項 接下來第三種 38之一是立得沒收 或是說犯罪所得之物的沒收 好條文規定說 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 好所以看起來跟我們剛剛的38第二項很像 犯罪物屬犯罪行為人者 得沒收之 好那這裡是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者 就叫做犯罪所得 這個利益呢 包含積極利益跟消極利益 然後並且要跟我們剛剛說的 犯罪所身之物去做區別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 什麼是行為人因為違法行為所而外取得的利益呢 這裡的違法行為指的是不一定罪為必要 好也就是不以確認這個人成立犯罪為必要 只要他有違法行為即可 好那這樣講的並不是太精確 立法里又有提到 這裡的違法行為指的是 所以構成要件該當並且具備違法性 就叫做違法行為 好所以我們剛剛黑板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寫成不法 也就是三階裡面的構成要件階層跟違法性階層 合起來的概念不法去做認定 好所以行為人因為不法所而外取得的利益 就是犯罪所得之物 好那接下來要跟犯罪所身之物做區別 就等一下再說 那什麼是犯罪所得呢 類型上包括以下四種 阿博數字一二三四 好第一個 第一個有講跟沒講一樣 所得之物 好得到的東西 第二個 變得之物 好得到東西之後再去變成別的東西 叫變得之物 第三種財產上利益 第四種原物及替代物的知識 好所以類型包括四種 第一個你原本取得的那個東西 就是所得之物 或者是又稱為原物 好那後來呢 這個東西可能以物易物 或者是轉賣了 他這個替代所得的東西 我們把它稱為變得之物 或者是替代物 好所以最常見的情況就是 把原物所得之物變賣之後 獲得的價金 他就是屬於第二種 變得之物 好第三種 可能沒有實體的東西 好也就是沒有衣 沒有原物 可能是看不到的利益 這樣也算是犯罪所得 好看不到的利益呢 我們把它稱為財產上利益 財產上利益 可以包括積極利益跟消極利益 積極利益 比如佔用他人房屋的使用利益 好或者是公務員收賄的時候 他收的不是現金 是信招待 或者是吃了一頓飯 好那這個時候 沒有辦法叫他把原本的飯吐出來吧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視為他獲得了這一餐的價值 這一餐的財產利益 這一餐的積極利益 好這是第一種 也包括消極利益B 好消極利益什麼呢 比如說應該要做的支出 而沒有支出 這就是一種消極利益 例如法定應建置設備 而為建置所節省的費用 好或者是在排放廢棄物的時候 比如說應該經過污水處理設備 處理之後才能排放 卻沒有這個設備 沒有經過處理就排放了 那你所節省的費用 就是這個設備費用 他就是一種消極利益 好也算是犯罪所得 最後一種呢 就是剛剛所講的那一些 所衍生的資息 比如說我拿到了一個賬物 好賬物是第一種冤物 後來呢我把賬物變賣 變成了二替代物 有一筆錢一百萬 好我把這個一百萬呢 其中的部分拿去存到 銀行產生的利息 就是四知息 好所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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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